首先关注东盟新闻 泰国反政府世卫领导人苏帖7号继续带世卫民众在曼谷游行热身 泰国学者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的入境外国游客数量将下降 赶紧时间1月7日下午 在线上可以看到反政府世卫领导苏帖带领世卫民众在佐渡曼谷游行集会 号召人民在13日参加分成行动 可以看到在路边有许多民众欢迎苏帖 表示支持苏帖13日的分成行动 1月7号泰国反政府世卫领导人苏帖带领世卫民众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热身游行 号召民众来参加13号的封城行动 当天苏帖带领民众在首都曼谷游行一共9公里 据了解9号泰国反政府世卫民众还会继续在首都曼谷游行 然后在13号发动让曼谷瘫痪的游行示威行动 速帖7号表示 封锁曼谷行动将会给经济带来很小的影响 而并非看守政府所称的数十亿泰铢的经济损失 速帖说 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于13号拆除位于泰国民主纪念碑的集会舞台 将集会分散到曼谷的七个重要地点 再建起集会舞台 位于正瓦塔纳大街的政府办公大楼将是七大地点之一 集会当天 示威民众会阻止公务人员上班 其他集会地点包括 拉帕路路口 胜利纪念碑 帕色瓦路路口 龙皮尼公园 阿索路口 和拉叉帕松路口 泰国民族报商业版7号引述泰国旅游协会会长皮亚曼的话称 泰国政局动荡已对旅游业造成危机 一般正常时期 1月份约有250万外国游客附带旅游 今年恐减少40万人 新加坡航空公司5号也表示 因为需求下降 将取消1月14号至2月25号期间 19个飞往曼谷的航班 泰国酒店联合会也预计 今年第一季度 曼谷的酒店入住率将下降70%至75% 而通常状况下能达到80% 在去年12月份的第一周 曼谷国际机场的国际到达旅客的数量 同比下降15%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沁邦 泰国曼谷报道